美国14通,我是罗文 你好吗 我希望您今天过得开心 今天又是周末了 今天是美国时间8月14号星期五 田大西州的有一个男孩子 他2017年的时候 他这个体重有425磅 然后那经过两年的时间 他减掉了220磅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减肥 然后他的这个减肥的秘诀 我也想介绍一下 因为最近好像很多人也在跟我谈减肥的问题 他之前他的饮食习惯是这样的 就是早餐他就去找麦当劳的早餐吃 当然要比通常人吃的更多的分量的早餐 那中午他基本上会吃任何一个餐的double 就是双倍 比方说你通常人点一份牛排 他可能吃两份 或者你点一份汉堡包 他可能吃两份 就是至少是double 然后晚上他吃完晚餐之后 他随时都会吃一点零食 他叫零食 snack 他就不停的在吃零食 他这个零食就很可能包括两到三个三明治 所以这个一直到他上床睡觉 所以他就有这么胖 那他有一天他发现他要去上大学的时候 他有一个tour嘛 就是我们就是通常要上大学之前 都有一个college tour 就是带着孩子去参观啊 这些校方可能有人会跟你讲解说 我们这个学校有什么什么 他说他都跟不上团队就走丢了 所以从这个时候他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就开始减肥 那他的这个减肥有一个诀窍 就是首先他有两周什么都不吃 只吃这个土豆 而且这个土豆是不放任何的seasoning 就是不放任何调料的 就是干这么吃 吃了两周 然后他说他这个是味蕾清除的行动 他叫taste bud cleanse 因为以前你吃这个咸的 或者吃这个高油高咸的东西 你不是对味蕾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也是诱使你吃东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嘛 因为吃东西就是为了开心 而不是为了说真的是饿 所以他就说这个第一 首先两周就有只吃土豆 不加调料的土豆吃了两周 这样清除味蕾 让你的味蕾对这些你渴望的高油高糖 或者是高咸的东西保持一定的距离 然后暂时清除了你味蕾对他的渴望 通过两周的味蕾的这个清洁之后 那他就开始正式的这个减肥 他说他减肥就是开始算卡路里 然后算卡路里 而且他说他为了避免因为吃的高兴而吃 所以他就早餐的话 他通常是吃蛋白再加上两片吐司 烤过的这个面包片对吧 然后中午呢 他就会吃一个这个火鸡的这个三明治 没有加奶酪的 就是他在这个减肥过程中 他戒除了奶制品和这个红肉 晚上他会吃鸡胸肉 还有米饭 还有蔬菜 他这么吃了一段时间的话 那一年不到他就减了180磅 他说实际上这个虽然减了220磅 其实最后的50磅是第二年才减下来的 所以这个他减到一定的程度 他就有一个瓶颈了 再减不动了 他说再开始他并没有去这个健身房 他掉了一些磅数之后 他才开始去健身房的 然后去健身房 他就是做这个卡迪欧 然后他结合这个饮食的话 他就是真的是减了很多的重 减了220磅 他在减了一定的磅数之后 他就认识了他现在的这个女朋友 然后他说他们一起又减了很多磅 然后这个女朋友跟他在一起之后 女朋友也减了75磅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女朋友大概也是比较胖的 如果能减75磅的话 他肯定也得有什么200多磅 或者或者180磅 接近200磅的这个样子吧 所以他女朋友也减了75磅 然后他自己又减了更多的重量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前后的照片的对比 一个好像中年人 好像一胖就显得老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就变成一个年轻小伙了 一减肥 所以他也说他减肥之后 完了之后 他这个就有很多这个多余的皮肤嘛 因为以前撑得很大嘛 所以他就会再去做一个 这个把这些皮肤割掉的一个手术 他认识他女朋友的时候 是刚好他减掉了50磅的时候 那425磅剪掉50磅 那就是还有375磅的时候 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 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之后 他们两个又一起减了肥 然后女朋友减了75磅 我觉得减了75磅 这个还是减了不少磅数的话 假设他现在很苗条90磅的话 加75磅 那也怎么着也得有160磅 或者180磅 对不对 可能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不知道是爱情的奇迹 还是真的方法得当 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人真的是恭喜他们 我这两天刚好也跟朋友聊过 有朋友很困惑这个体重的事 他们就去看医生 他先生就问医生说 我怎么减肥 医生说 stuff yourself 就是你要这个饿自己 就是没有别的方法 医生说你运动都没有用 这个是真的 就是我们看过很多的书 我们自己也做过这个试验 你要是跑 就是一天跑个什么两个钟头 你也减不了多少 因为他并不能真的是燃烧多少卡路里 但是关键就是要控制你的食欲 要减少你吃东西 然后他们这夫妇两个自己减肥 他也减了很多 我这个朋友 他自己减了有20多磅 然后他先生减了60多磅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减幅 我就问他你的秘诀是什么 他说 那我们的秘诀就是 就是你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不控制你的 这个饮食的数量 你是在这个8小时之内吃饭 就是说 你吃饭的第一餐和最后一餐 必须在保时在8小时之内 那也就是说 其他的16个小时 你是要饿着的 不能吃东西的 不管你是早上从9点钟开始吃 还是从10点钟开始吃 那你总之只能在8个小时之内 完成你的吃饭 当然他说 如果他不控制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 他其实并不能减很多 但是关键他说 他们也控制了这个碳水化合物 所以他们吃的就是蔬菜加肉类 你可以吃培根 你可以吃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你吃大量的这个碳水化合物的话 你是减不下来的 但是你也不会增肥 用这种方法 但是他说 他们两个就很努力 然后就吃了很多的蔬菜 还有这个尽量少吃这个碳水化合物 或者不吃碳水化合物 所以他们也减了很多 就是大概几个月也减了这么几十磅 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会难过吗 他说刚开始会有的 但是后来饿习惯了也就好了 就是身体他会适应你的 就是这个就跟所有的事情一样 你觉得不对的 你就要对抗他 如果你就是一直在 say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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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你就会推得无路可走 这个身体也是一样的 他就像一个恶魔 他不断地在诱惑你说 你多吃点多吃点 这个好吃那个好吃 越吃你就会越多吗 越吃你的胃口就会越大 反之的话 你就不给他吃不给他吃 慢慢的他身体也就适应了 他就不会要求这么多了 那实际上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机制 因为你的这个反应也是这样 你要吃越多的糖 那你的身体就渴望越多的糖 因为你的这个insulin 就是你的这个胰岛素就飙升嘛 然后他稍微低一点 他又渴望了 所以这是无穷无尽的一个恶循环 但是你如果慢慢减下来 他就是那身体习惯了 你这个胰岛素 不要这个一下冲得很高的话 那就会很容易控制这个胰岛素 那当然这个胰岛素 大家都知道跟糖尿病是相关的嘛 所以为什么肥胖的人 他容易有糖尿病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就说 他说当然他们还有一个秘诀 就是如果你在吃这个carbohydrate 就是吃这个碳水化合物的时候 那你比方说要吃全麦的面包 不要吃这个白面包 因为白面包的话 他会很快的升高你的这个insulin 升高你的这个胰岛素 OK 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一个说法 我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OK 这是今天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我需要您的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